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又到了介紹連任之間新角的日子了 這次新出的新角是弗拉維亞 他是一位召喚類型的角色 可以跟召喚屋一同戰鬥 這次就來教他,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囉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弗拉維亞是一名防禦者,移動為三個 有飄破者、獵刃盧林兩個陣營 飄破者可以吃米格爾的陣營光環 接著錄影可以是尼奧尼德 或阿感貝的陣營光環 弗拉維亞因為是召喚型的角色 在陣營光環方面 搭配阿感貝是比較好的選擇 阿感貝的陣營光環會加強召喚物的傷害 再來介紹弗拉維亞的個性 弗拉維亞的個性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個性為 戰鬥開始時,使自身放於兩個內 所有的地形格變成課拉田 持續兩回合 戰鬥開始時,召喚一株赤地龜 且最多人存在一株植物朋友 植物朋友技能自身百分百基礎工房屬性 與百分之一百二基礎生命值 這邊先來介紹一下吃力龜 吃力龜作為一個獨立的招攬物 有他自己的技能組 來看看他的技能組 首先來看一下個性 吃力龜無法移動,但也無法對他被擠 可以幫佛拉維亞出發不屈 但每場最多一次 接下來看普攻 普攻可以讓敵人戰的地形變成花田 讓招攬物跟佛拉維亞可以打得更痛 接下來是反應 佛拉維亞在兩個內死可以觸發不屈 但雖然這個是血不屈 實際上作用應該是自爆 因為觸發不需要會造人範圍傷害 造人範圍傷害後就消亡了 並不是一般認識的不屈可以活下來 技能部分則是千禧 因為植物朋友不能移動 所以給了一招速發技可以讓他進行移動 但因為這招是冷缺2 所以無法被揮著都移動 最後這招綻放式攻擊型態的技能 植物朋友一共有3個型態 需要依靠普攻威亞技能進行切換 這部分就談天生氣時再來詳細介紹 這玩物的部分就介紹到這邊結束 第二部分為 普攻威亞存在時植物朋友攻防屬性提升 處在花田時幾方獲得免傷1 一星時植物朋友攻防屬性提升10% 處在花田時幾方獲得免傷1 二星時便過為植物朋友攻防屬性提升15% 處在花田時幾方獲得傷害1免傷1 三星時新增植物獲得傷害於免糧系列時 可從中獲得雙倍效果 新時便過為植物朋友攻防提升25% 處在花田時幾方獲得傷害1免傷2 五星時便過為儲在花田時幾方獲得傷害2免傷2 並新增處在花田中的敵軍 被普攻威亞跟植物朋友供應時 受傷害提升20% 以上可以得知植物朋友的好處是 因為計程福拉維亞數值的關係 可以跟著福拉維亞一起成長 但這同時也是壞處 當福拉維亞的低星練度低時 植物朋友的數值也就跟著低落 所以福拉維亞是一個非常吃心術跟練度的角色 練度都沒來上去 這張物就強不起來 再來談技能 先來介紹天生技 福拉維亞的天生技是生息之力 這是一招三選一的技能 可以對友軍或植物朋友使用 對植物朋友使用時 會讓植物朋友的型態改變 接下來介紹改變後的型態所帶來的技能差別 在開始談技能改變前 有一點要提醒的 這三招都是二能量的技能 所以非常吃能量 回答這件事對普拉維亞就很重要 首先來談生息之力、綻放 這招會讓赤地龜變成聖戰 那差異會在哪呢? 來看吃一龜原本的技能 這招為單體技能 百分之一百一傷害 施放技能二 原本單人技能變成三格內範圍技 傷害也提高不到百分之一百二 順戰的變更 就是從單體變成大範圍的AOE技 再來是生息之力之養 這招後變成夏靈草 技能也跟著改變 但原本個性、普攻、反應跟傳送是不變的 技能變成捕獅型 有能主動回復的治療之光 跟被動回復的夏靈草之養 等於變成捕獅型態 這招後變成單月擺 技能也跟著改變 個性、普攻、反應跟傳送一樣不變 技能變成坦型 但這兩招都是被動、守護跟血法 這個情況我就比較不推了 因為這兩招都是被動技 而且守護只能坦一次 就別那麼好用 若是給一招主動技一回合內 無限式護衛的 就會好很多 再加上招呼是吃福阿威亞的屬性 福阿威亞本身就比較軟皮 所以拿它當坦就比較吃虧 接下來介紹其他技能 其他技能要三階後才會取得 以下會先介紹該階段的兩個技能 再給出選取建議 先談一階的技能 瘋狼的技能是大地的祝福 生息的部分則是滋養露滴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一階技能這兩招各有用處 大地的祝福除了可以幫隊友增加移動力之外 還可以讓隊友處於花田地景內 可以受到個性的傷害跟免傷 但確認就是花田怕火 若對方是火屬性攻擊 就會變成藍燒地景吃到燃燒 這階露滴則是第一號能的補血技 雖然天然技也能補血 但天然技需要二能量 若不帶死一階魂人被動的狀況下 這招第二人的補血技就是比較好的選擇 第一個用的是 若要幫植物朋友回血 若放天然技會讓植物朋友轉變形態 若不想要轉變形態 又想要幫植物朋友回血 除了讓其他隊友幫忙回血外 就只能用這招補了 三階技能的部分 瘋狼的技能是大地的自愛 生息的部分則是自然之隱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三階技能建議選擇大地的自愛 這場招都是需要處在花點才會提高 但大地的自愛是對所有友軍提高 自然之隱只對植物朋友提高 相對的自愛當然是大地的自愛划算得多 五階技能的部分 這階兩邊的技能都是反應技 瘋狼的技能是反冒生機 生息的部分則是生存大師 來談選擇的部分 五階技能建議選擇反冒生機 這招類似薩麟薩的個性 三個內有友軍被彈力供應時 就會幫他補血 但補料並不高 只有魔攻的20% 但也不如小補了 畢竟生存大師基本上沒啥用到的機會 反應上他右走會躲開就好 不需要帶這招硬吃 其接技能的部分 瘋狼的技能是破土風貌 生血的部分則是大自然的庇護 來談選擇的部分 接技能這兩招也是各有用處 破魯風貌是幫助植物朋友移動的手段之一 再打一般攻卡 需要一直移動時是不錯的選擇 畢竟植物朋友是帶了移動招又冷卻 沒辦法每回合都一直移動 就需要這招來輔助 但這招必武則是福拉威亞唯一的主動輸出招 倍率不高 需要植物朋友在附近才能打出1.4倍的傷害 但耗能卻很高 高達4能量 福拉威亞我覺得他的設計就不是用來打輸出的 所以我會比較緊張選擇破土風貌 九階技能的部分 這一階兩邊的技能都是普攻 瘋狼的技能是翠綠之劍 升血的部分則是回能擠 來談選擇的部分 九階技能建議選翠綠之劍 一方面傷害較高 再加上11階有回能被動 所以沒那麼缺能量 就未必需要回能擠 但若不帶11階回能被動的話 就可能需要學回能擠了 11階技能的部分 瘋狼的技能是瘋牢之喜 升血的部分則是植物所愛之忍 然然選擇的部分 十階技能兩招也是各有用處 但若缺領悟自己的情況下 建議優先學瘋牢之喜 瘋牢之喜可以回2點能量 對能量吃重的福拉威亞幫助很大 至於植物所愛之忍 這一招是第一個可以幫助植物朋友移動的技能 跟快速鋪花田的功用 但這招跟七階的破土風貌有衝突 建議不要同時帶 隨便用實際例子來舉例 若同時帶這條招式 若要利用布魂風貌把植物朋友往前喘 喘過去之後 因為植物所愛之忍的效果 又把植物朋友拉回身邊 根據測試 除了福拉威亞身後有人或物品不能佔人 不然植物所愛之忍發功效果後 植物朋友一定會在福拉威亞的後方 這樣就變成植物朋友不但沒有往前 反而往後跑了 所以這兩招建議帶其中之一就好 兩招都還是會互次的 接下來談技能攜帶推薦 這邊是以等級達到五十五以上時的推薦 若等級還不夠時 就只能有什麼帶什麼了 普攻建議攜帶翠綠之劍 反應建議攜帶繁茂生機 技能建議攜帶生息之力 風饒之息 第三招的部分就看狀況帶 若打一般關卡 建議帶破土風貌 若是打不會動的Boss 則可考慮植物所愛之忍 幫隊友交易動可以考慮大力的祝福 再來談裝備的部分 首先是武器 武器有好幾個選擇 首先是重組魔方 根據實測 植物朋友只技能到普拉威亞的白板素質 裝備技能的部分吃不到 會影響素質的只有裝備本身的星數跟等級 重組魔方可以讓普拉威亞補更多血 再來是心灰之椅 如果考慮讓普拉威亞放唯一的範圍傷害器的話 心灰之椅可以提高普拉威亞的魔攻 傷害可以更高一點 當然擴散能靜跟暗眼輝野也是可以 但這兩把比較新 相效的心灰之椅就不是那麼好拿到五星 加加普拉威亞也不是主攻手 建議還是留給其他輸出手裝比較好 裝具的部分有交魔攻的優先 原池殺肉、守護正義之盾、鬼詐之影都可 雖然植物朋友也是吃不到裝備技能部分 但普拉威亞本身的補血或輸出還是用得到的 如果都沒有的話 就只能隨便裝一個頂著用了 至於塔羅部分 建議裝女巨師或女皇 可以提高普遍樣或幫忙消檢疫 若缺的話也能裝命運毒臉 科技部分建議克聖杯加聖杯 提高補血的能力 多做一下弗拉威亞的小姐 普拉威亞雖然是一名新類型的召喚角 但並不是很特殊 既然組裝只有植物朋友的變換形態比較新穎 但變換的上的形態也都是現有的功能 並無獨一無二功能 目前看起來優勢就是目前唯一的防禦者法攻角 但因為現在並沒有限定職業的關卡 所以這個優勢目前無法派上用場 另一個優點是可以不屈 在PVP會有優勢 但現在也還沒有PVP 再加阿富拉威亞非常吃領務之力 若支援吃緊的朋友建議還是不要抽 抽快阿雷意思是大家這類高速出的角色會好用些 最後還是老一句 抽卡還是得亮麗二位 若沒抽到就等等重鋒之八 千萬被頭鐵硬抽到退坑 那發文要介紹到這 若本新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幫我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便要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啟全部通知 之後新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對這個影片中有熱的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盡力解答各個問題 也歡迎各位朋友叫我在社群或是FB粉絲團 小網址我會放在社群欄中 頻道盡力不易 也需要各位朋友觀看室若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三星王廣告 別挑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倒個水、聲浪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訊息機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時候來聊 每天晚上開播等您來 下個影片見 掰掰